这儿呢 实行弹线工作时间 你每天呢 只要工作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经理 你看我这年轻力壮的 能不能今天就上班 今天 今天恐怕不行 是这样的啊 咱们呢 一般新来的员工呢 先要到后厨工作 但是后厨的工作 是需要有健康症的 你啊 还是先把健康症办了吧 经理 有没有不需要健康症 就可以工作的 不需要健康症的工作也有 点餐喝收银 但是一般的呢 都是先工作一段时间 有点工作经验的 否则的话你新来的 根本记不住品种和价格 经理 那我要是记住的话 可不可以上班啊 可以 这样啊 你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我去记一下 行不行 十分钟 行 我倒是想看看 你能不能全记下来 好 好 谢谢你啊 经理 那我去准备准备 去吧 去吧 谢谢啊 好的 谢谢 谢谢 李莉 今天五点又开会 估计晚一点先办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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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胜利 怎么样啦 十分钟到了啊 差不多了 你问吧 好 一号套餐加蒸可乐多少钱 二十七块五 可以啊 再考你 三号套餐换成大薯条 加一杯小可乐 多少钱 三十七 没看出来 你这脑子还真好使啊 还行啊 可以 那你看我收拾什么 现在你就可以上班了 这样 你先给我过来 把工作服务打一下 谢谢 我的小宝贝 咱俩是一个 美丽 什么情况 郑盛丽 咱们公司有规定 上班时间不可以接打电话 手机必须要关机 知道吗 记住了啊 什么情况 喂 盛丽 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下班之前要开会 所以啊 得晚一个多小时呢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这开会呢 真的在开会 我跟你讲 盛丽 你干嘛呢 你看人家笑话了 盛丽 你干嘛玩玩 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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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啊 让你等这么久 我们公司老板就是这样 一到快下班啊 他就开会 真是 我愿意啊 有钱难买 愿意啊 你都打瞌睡了 我们一块吃饭去吧 我告诉你啊 白天我团购了一个烤鱼 两个人才三十八 多便宜啊 走 今天晚上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得跟管文君相亲 不是 是我陪管文君去相亲 我说你们俩真是的啊 白天在一块儿 晚上还住在一起 要不知道的人呢 还以为他是你老婆呢 我们俩租一个房子不是为了省点房租费吗 那只有这样了 烤鱼今天就算了吧 我们只能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我还是给你送到路口吧 干嘛呢 干嘛呢 我还是给你送到路口 新来的吧 懂不懂工具啊 这丢手球归我捡 你新来的应该到那边去捡去 知道了吗 好 好 哥 回来了 什么呀 今天 挣多少钱啊 什么呀 今天 挣多少钱啊 春俊 我算了一下不行啊 怎么不行啊 您好 快餐店是八十 加高尔夫球是四十 这是一百二八 那十天下来才一千二啊 那照两千块钱的话 还差八百 不是 你当那快餐店 你干全天的不就行了吗 那不行 人只要干半天 除非你是全职 文俊 你在网上帮我查一下行吗 你看现在吧 在网上 又买这个又买那个的 有没有买劳力的 买劳力 是啊 什么意思 我下午没事干 这不浪费吗 我想把这个时间挂到网上去 当然了 违法乱计的事咱不干 咱绝不干 比方说 咱给人跑跑腿 给人办办事 或者给人买买菜 我说 你真是挣钱的专家呀你 这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行 我给你挂网上 啊 违法买啊 你这个范围再广一点 啊 比方说给人家 带孩子呀 嗯 接放学呀 罐没器罐啊 还对买电视票啊 我跟你说哥还可以干什么啊 就陪人逛街 给人拿行李呀 拎包啊 是不是啊 指路啊 都行 你太聪明了 这个办法太绝了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给你挂上啊 哥 你过来看看来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 哥 来 哎呀 我跟你说现在啊 喂了个妞 哎呀 可以说是 你还需要的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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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立 哎 那个我妈出国旅游那个事 你定了吗 定了你告诉我 啊 最近不是忙吗 这样吧 过个十天左右 我去交钱点时间 你还没交钱呢 那你说那优惠 可是不已经没了呀 哎 不可能没 放心 这事我盯着啊 我的小宝贝啊 哎 你是不是网上卖剩余时间的那个人啊 对我是 你是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 你放心 除了违法乱纪的事 什么事我都能干 好 我现在发给你我的地址 你今天下午过来吧 好好好 好好好 什么违法乱纪啊 哦 不是 不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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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